下面呢定例完了之后 合同的基本内容 基本条款也搭完了之后呢 两个走向 要么有效 要么无效 劳动合同无效 法律不予保护 下面呢我们要说的是 在劳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 如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运行过程 那就是4022 劳动合同的履行 变更解除和终止 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呢 我们这个标题之下呀 有这么五个小的标题 这五个小的标题呢 主要是讲用人单位的义务 讲劳动者的权利 先看义务啊 第一个义务是用人单位 应当履行向劳动者 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 干嘛要给钱 那如果不给钱怎么办 不给钱 劳动者有三种救济方式 但是呢在这儿啊 教材当中在这儿就开始提救济方式了 只是其中之一 另外两个 一个是劳动仲裁 然后和劳动调解 那么对劳动仲裁和调解不符的 才能够提起劳动诉讼 等后面4025会讲到 另外两个救济途径 等会再说 先说这么一句话 这是第三个啊 用人单位拖欠 或者为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 注意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首先主体是谁向谁 是劳动者向法院 有没有说劳动者向劳动仲裁机构 或者劳动者向劳动仲裁调解委员会 以及企业的这个劳动调解委员会 都没有说 主体是法院 那支付令是什么呀 支付令是一个特殊的保护 是一个司法的强制执行 劳动仲裁 劳动调解 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 但没有法律的强制执行效力 那么只有法院才有强制执行力 当然劳动仲裁的调解书 仲裁调解书 或者仲裁裁决书 那么可以像拿着这个调解书 仲裁裁决书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所以在这儿啊 是申请这个劳动报酬的支付令 先了解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等到后面我们讲4025 这个救济的时候 还会再次讲到 好 然后第二个 依法限制用人单位安排 劳动者加班 这是用人单位的 接下来的一个义务 往下再来 劳动者有权拒绝 违章指挥 冒险作业 这是劳动者的权利 如果直接说劳动者有拒绝权 那不行 那领导给你安排一个活 你就拒绝 安排一个活 你就拒绝 那你凭什么要去争取劳动报酬呢 对不对 所以不是拒绝权 而是拒绝违章指挥 强力冒险作业权 用人单位违章指挥了 让你强力冒险作业了 这个时候劳动者才有拒绝权 他是有前提条件的 好 第三小条 第四小条 用人单位发生变动 不影响劳动合同的旅行 什么叫发生变动啊 比如说用人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 名称 地址 权利义务有变动了 如果有他的成绩人 那么承接他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的主体的话 新的主体应当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 作为新的这个用人单位 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 好 最后一个呢 是劳动合同的变更 这个很简单 这个变更逻辑 前面已经讲到 民商事合同变更的时候 已经提到过 首先呢 必须是在劳动合同 履行完毕之前 如果劳动合同 已经履行完了 说咱俩三年 有效期已经到期了 你再变更 那没有用了 对吧 因为劳动合同 一旦到期 后边一会会讲 劳动合同就终止了 所以所谓 劳动合同的变更 一定是在履行过程当中 发生的事 然后同时呢 必须双方一致同意 前面不是讲了吗 定立劳动合同 应当遵循的原则 合法 协商一致 那么城市信用 对吧 然后不得违反 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而且是应当 采取书面形式的 你不能说 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之间 那么口头商量一下 就把这 纸质版的 书面的劳动合同 就变更了 那不行 必须是书面形式 来进行变更 好 这一页PPT 比较简单 理解就可以了 好 基本权利义务 大家也都了解 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往下 下一道这个横二这个标题 是关于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这一部分内容非常重要 那我先搭了一个框架 大家有个框架现在认识 你来看 那对于劳动合同的解除 先来说它 然后再说终止 劳动合同解除 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 约定解除呢 一定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 所以是双方的解除 而法定解除呢 一定是一方权利主体 依照法律的特殊规定 那么在符合法律 这个法定情形的基础上 拥有法定解除权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所以法定解除是单方解除 光看这个框架 是不是觉得跟民商事合同的 很多体系内容 逻辑思路都是一致的呀 很多都是在民商法的 这个法理学的基础上 扒过来的 所以有了第四章 第一节的理论基础 再学第二节非常容易 好那既然是单方解除 那是不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他俩的法定情形 是一样的呀 不是 民商事合同里 他们法定情形是一样的 还记不记得 这个不可抗利 预期违约 根本性违约 还有目的不能 等等 对不对 在这儿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情形 是区分的 你看 劳动者有三种解除方式 分别是 预告解除 随时解除 和立即解除 用人单位呢 同样有三种解除方式 前两个跟劳动者是一样的 预告解除 随时解除 第三个是经济性裁员 但是具体的表现情形 可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一条一条学 学完了之后呢 后面的这些文字总结 是最精华的内容 我们再回到这一页来 先给大家搭理一个基本面 一个框架 下面我们来看 劳动者的预告解除 预告解除的法定情形是什么呀 无 没有法定情形 也就是说 劳动者 他可以不需要任何法定情形 他就有预告解除权 那预告提前多久 预告啊 提前一个月就要预告 你不能我提前一个晚上 我告诉你 我第二天不来上班了 你就享有法定预告 解除权了 那不行 劳动者可以主动 提前一个月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 这样一个权利 理由 没有理由 你可以因为单位 你觉得老板长得不够帅 对吧 你也可以因为单位 离家里比较远 你各种情形 你想去 世界很大 你想去看一看 都可以 所以他不需要任何理由 过了 很简单 往下 劳动者的随时解除 和劳动者的立即解除 我们来看啊 劳动者随时解除呢 一共有六种法定情形 我们把每一条过一下 然后不要背 我给你一句话的结论 看第一条 用人单位 为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 提供劳动保护或劳动条件的 第二个 用人单位 为提及时足够支付劳动报酬的 第三 用人单位 为依法为劳动者交纳 受害保险的 第四个 用人单位 规章制度 违反法律法 各规定 所害劳动者权益的 第五个 因什么规定 这是劳动合同无效的 这什么什么规定啊 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 欺诈 胁迫 承认之为 这是劳动合同无效的 还有呢 排除用人单位 自身的责任义务 能损害劳动者的人身财产权的 就是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 法定情形 那么以及第六七条 所以这些事 你看啊 这六条 说的都是谁啊 劳动者随时解除的情形 一定是用人单位犯错了 对吧 用人单位犯什么错了 你没给钱的 没上保险的 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 总之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用人单位 没有提供充分的劳动保护的 给钱交纳保险等等 我就用广义上的劳动保护来概括 所以当劳动者随时解除的时候 那他的法定情形是 用人单位为提供劳动保护的 先到这个程度 一会儿还要再回到这一条来啊 然后啊 这是劳动者的随时解除 还有一个词呢 就是第三种劳动合同解除方式 叫立即解除 那个学生说可能随时也好 立即也好 那通过我们日常的俗语来讲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从法律上的概念就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 立即解除 一共有两种法定情形 也不用备案 我们一起过一遍 然后总结出这个规律来 第一条是用人单位 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 献人身自由的手段 强迫劳动者劳动的 第二个 用人单位违章指挥 强烈冒险作业 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 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 劳动合同 无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首先啊 说劳动者的立即解除 仍然是用人单位犯错了 对吧 不是劳动者自己的问题 是用人单位犯错了 那他犯了什么错 没给发工资 没上保险 可不单是如此了 他犯的错是什么 是触碰刑事法律的错 暴力 威胁 非法献人身自由 强迫劳动者劳动 违章指挥 强烈冒险作业 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 这都什么 故意伤害了 故意伤害这人 重伤或死亡了 故意杀人了 非法献人身自由 这都是刑事罪名啊 所以 劳动者立即解除 说明此时此刻 劳动者他 他所处的人身和财产环境 是极度危险的情况下 那么劳动者可以 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这个时候 他的法定情形是 用人单位刑事犯罪的 所以上一个 相对比而言 用人单位没有提供 充分劳动保护什么 是民事责任 对吧 而用人单位没有进行刑事犯罪的 是刑事责任了 对吧 区分不一样 同时对于劳动者来讲 他的程度 立即解除是 无需告知用人单位 我就可以 我直接撂条子走人 随时解除呢 还是要告知用人单位的 从理论上 制度规范上是这样要求的 但是 我在这可能说一句题外话 那么在我们整个法规教材当中 一个是第三章第一节照头标 一个呢 是第四章第二节劳动合同 这两部分的知识内容 法理的知识 也就是制度规范 立法设计 跟实操 对比而言 相差比较大 尤其是劳动合同这一部分 你说我劳动者 我可以直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立即是劳动合同 我不需要告知用人单位 但我这个工资没发呢 我要不要等工资 我乌险一金 我还压在单位 我的人事档案还在单位 我要不要跟单位告知他 我肯定需要 所以呢这个立法设计 值得拍脑子设计的 对吧 所以这个实操起来 其实有很大的难度 但是呢 考试他就偏考 立即解除和随时解除 二者的区分 所以我们从理论上 还是要知道的 好 那这三个劳动者的三种解除方式 讲完了 我们再看一遍 你看预告 随时和立即 然后看一下后面的总结啊 劳动者的预告解除 无需任何理由 提前三十天书面通知 如果是在适用期内的话 那么是提前三天 了解这就可以了 随时解除是用人单位 没有提供劳动保护的 用人单位犯错 立即解除 也同样是用人单位犯错了 犯的是违法犯罪的错 那这个时候是无需通知 无需告知 好 劳动者的三种解除方式 和他对应的法定事由 我们讲完了 这些具体的条文 这些都不用背 都删掉删掉 你就把握住 这两句话的结论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再来对应着 看一下用人单位的 这个三种解除方式 第一种 先来看一看 预告解除 那么用人单位的预告解除 就有三种法定提醒了 它可不是不需要任何理由了 有三种要求 那么满足其中之一都可以 第一个是 劳动者患病 或者非因功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 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 由用人单位 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也就是说曾经生病了 那么曾经也有一个医疗期 医疗期已经满了 然后你再干活 现在工作干不了了 那你怎么办 要么换岗 要么培训 对吧 但你都不能做 怎么办 用人单位可以预告解除 这是第一种法定提醒 第二种呢 是劳动者不能 胜任现有工作 没说生命生病的问题 也没说医疗期的问题 我就是客观上 我不能胜任现有工作了 那么经过培训 或调岗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第三个 劳动合同定例时 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 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 劳动合同内容 达成一致协议的 社会发展速度很快 曾经我们约定的内容 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 所以这三种情形 你来分析一下 是劳动者主观上 我就不想好好干了吗 媒体主观 要么身体有问题 要么客观不能胜任工作 总之 我们得出一句话的结论 是什么 劳动者 在客观上的工作能力 有问题的 我们只能判断出 是客观上的问题 对吧 客观上工作能力有限 不能胜任现有工作 调岗培训也不行 好 用人单位可以预告解除 预告预告多久 预告一个月 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比如说 用人单位说 我实在我不想再用你一个月了 我提前把这一个工资 给你行不行 也可以 我要么提前三十天 与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 要么是我额外多支付 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也相当于 把这一个月活干了 好 那这就是预告解除 它的法定情形 总之 这些白色字体的 不用看 不用背 就看下面的结论 客观上的工作能力有问题 谁有问题 劳动者 劳动者解除 是用人单位犯错了 用人单位解除 是劳动者有问题 好 这是第一个预告解除 解除了 下一步 我们来看第二种解除方式 叫随时解除 随时解除 一共有六种情形 第一条 先等一下再看 我们看23456 看第二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规章制度 这儿没说主体是谁 但你想违反用人单位 规章制度是谁 是劳动者严重违反 对吧 主体是劳动者 第三个 严重失职 迎私无弊 给用人单位 造成重大损害的 谁严重失职 谁迎私无弊 也同样是劳动者 第四个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 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 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 提出拒不改正的 那你同时 就职与两家单位 那给其中某一个单位 造成严重影响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用人单位 可以随时解除 第五个 因本法第26条 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制止劳动合同无效的 同样欺诈 胁迫 传人之为 那么死伤自负 等等条款约定 这都是无效的情形 第六个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样也是劳动者 你看啊 二三四五六 这五种情形 说的都是谁犯错了 劳动者犯错了 犯什么错 是客观上的 工作能力的问题了吗 不仅如此 是什么 是劳动者主观上的 工作态度有问题 他不想好好干了 对吧 严重失智 赢死舞弊 唯一严重违反 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是不是这个意思 劳动者 他主观上犯错了 其中 尤其是第六条 被依法追究是刑事责任 考试的时候 注意 从硬事的角度 那有的时候 会拿行政责任 民事责任 或民事责任当中的 违约责任 侵权责任 来混淆我们 我们一定要区分开来 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 的犯罪程度 才是用人单位 可以随时解除的 法定情形 好 一共有六条 对吧 二三四五六 我们都可以通过 这一句话来概括 具体内容就不用背了 是不是看着这些 大叉叉都很爽 那第一条呢 一定要注意啊 第一条 我不管什么原因 只要是在试用期间 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的 不符合录用条件 谁说了算 我劳动者 我证明我符合录用条件 我肯定说了不算 只有用人单位 对你 说你这个人干活怎么样 我才有发言权 所以目前呢 很多学界 包括司法的 这个律师工作人员 都会在讨论说 在试用期间 用人单位 是不是就可以 随时开了劳动者 对吧 说这一条 其实有很大的问题 但目前 劳动合同法的 明文规定 还是在这里 所以在试用期间 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的 不管你什么原因 是你谁犯错了 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 总之在试用期间 用人单位 就可以随时开了 劳动者 前提条件是什么 试用期间 所以为什么说 试用期 我们说有上限要求 不能最长 不得超过六个月呀 比如说一般 是在一年到三年期间 试用期不得超过 两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 超过三年的情况下 试用期不得超过 六个月 对吧 它是有上限要求的 是因为试用期 你不能太长 如果太长的话 就是损害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所以在试用期间 那么考试的时候 要注意啊 那如果把这个 兼换成什么 换成内 在试用期内 是不是也是一个意思啊 没问题 如果我把兼 或者我把内 换成在试用期后 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的话 那是不是用人单位 可以随时解除 那就不行了 在正式的劳动 合同期限内 不可以随时解除 那你必须要符合 上述条件 你才能够预告解除 好 那么到这为止 用人单位的三种 解除方式 我们已经讲完两个了 预告解除和随时解除 记住 后面的总结 预告解除是 客观上的工作 能力有问题 那么随时解除呢 是主观上的工作态度 有问题 额外呢 单独寄一个第一款 那在试用期间 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 除此这两条之外 还有一个第三种 用人单位的解除方式 叫经济性裁员 什么叫经济性裁员 有这么四条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具体内容 依照企业破产法 规定需要重整的 第二个 生产经营发生 严重困难的 第三个 企业转产 重大技术革新 或者经营方式调整 这是劳动合同后 那么变更之后 仍需裁减人员的 第四条 其他因劳动合同定律 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 发生变化 这是劳动合同 无法履行的 这四条说的 是劳动者的客观能力 有问题吗 不是 说的是劳动者的 主观上的工作 态度有问题吗 不是 它不取决于 劳动者犯什么错 而是什么 是用人单位 它在生产经营方面 出现了问题 出现哪些问题了 破产重整 经营困难 技术革新 客观经济 对吧 实际上说白的就是 我现在钱不够了 我缺钱了 对不对 实际上不就是 用人单位缺钱了吗 在这儿 把这个字给盖住了 用人单位的经济性裁员 因为钱 因为我的经营的问题 然后导致裁员 所以其实很多 用人单位裁员 那其实不都能够归拢到 这个法定行星当中吗 所以前面那些 那就意义不大了 所以到这儿为止 这是劳动者的 三种解除方式 合同的单方解除方式 和用人单位的 三种单方解除方式 我们就都讲过了 然后下面呢 还有一种情形 一个小知识点 是关于用人单位 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的规定 123456 也同样 我们继续再过一遍 那么 第一条 从事接触 职业病危害作业的 劳动者 未进行 离港前职业健康检查 或者一次职业病人 在诊断 或医疗观察期间的 用一个字来概括是什么 是病 什么病 职业方面 职业病 第二个 在本单位患职业病 或因功负伤 并被确认丧失 或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的 也提了职业病 或因功负伤 但是 它已经不单单 是病的程度了 是丧失 或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 说明已经什么 已经残了 用一个字来概括 就是残 第三种 那是患病 或非因功负伤 在规定的 医疗期内的 医疗期内 规定医疗期内 是什么 一个字来概括 病 那有的学生说 老师怎么这儿 一会儿因功负伤 一会儿非因功负伤 语言表述是这样的 但你不用管 是因功 还是非因功 还是患病 还是职业病 你看到后边 怎么说 如果它是 在医疗期内的 无论是什么原因 什么病 是职业病 还是其他自身的原因 那么只要是 在医疗期内的 就是病 如果更严重 说已经丧失 或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的 那就是残 所以你不用管 它是因功 还是非因功 好 这三种情形 是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的 然后第四种 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哺乳期的是孕 好 用一个字来概括 是孕 第五个 在本单位 连续工作满15年 且据法定 退休年龄 不足5年的 关键词提炼 连续 15加5 是不是觉得 好像很熟悉啊 前面我们讲过什么 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 第二种法定情形 是用人单位 初次实行 劳动合同制度 或者国有企业改制 那么 初次实行 劳动合同的 那这个时候 是连续 满10年 且据法定 退休年龄 不足10年的 那是连续 10加10 这儿呢 是连续 15加5 所以我们也同样 可以概括出 一个字来是什么 是老 然后二指做一个区分 然后第六个 其他 你看啊 我们说社会上 有五方弱势群体 分别是老弱 病残孕 老弱 病残孕 你看这里有几方了 老病 残 孕 老弱 病残孕 还差一个弱 弱是什么 弱是小孩 对吧 咱们现在讲的是 劳动合同 它不是一道小孩 就算是后面 我们是到未成年工 那么虽然是未成年人 但是他属于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他的你要再 雇佣小孩的话 那不就是什么 这个 非法雇佣同工了吗 就是违法刑事犯罪的问题了 所以刨开小孩 不谈 另外的 社会上四方弱势群体 老病残孕 那用人单位 都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 你看这条规定 是挺狠的啊 老弱 病残孕 本身是社会 弱势群体 理应呢 从一个政府的角度 那进行一个社会保障 和社会救济 但是现在呢 是把这些责任 和压力 都推给了 用人单位啊 所以用人单位在这里 压力也比较大 那么具体内容不用看 所以最后 我们总结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老病残孕嘛 老病残孕 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上面的呢 是经济性财源 就是一个字 钱 具体内容也不用看 好 这些细节讲完了之后 咱们再回到 劳动合同解除的 这个框架这一页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可以解除的情形 对不对 劳动者的法定单方解除 用人单位的法定单方解除 下面有句话是不得解除的 不得解除四个字 老病残孕 那可以解除的如何解除啊 预告随时立即 预告随时经济性财源 对吧 再过一遍啊 劳动者的预告解除 是无需任何理由的 劳动者的随时解除 是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责任的 因为他没有提供劳动保护 劳动者的立即解除 是用人单位要承担刑事责任了 不是民事了啊 是违法犯罪要承担刑事责任了 那无需告知 好 这是劳动者的解除 那下面用人单位解除呢 预告解除是劳动者的 客观上的工作能力有问题 随时解除呢 是主观上的工作态度有问题 另外再单独记忆一下 在适用期间 在适用期内 都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那么下面还有就是 用人单位的经济性财源 破产重整 经营困难 技术革新 客观经济 实际上就是没钱了 这些词也不用背啊 就是没钱了 所以后边 后边讲的具体内容 全部都不用看 重点就把握这一页PPT的逻辑结构 就可以了 总结就行了 这些都删掉 这一页删掉 我们讲的具体内容 是用来帮助我们 推导和理解的 这一页删掉 好 劳动合同的解除 我们讲过了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劳动合同的终止 那么同样 跟民商事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内容是一样的 终止呢 是说权力义务的消灭 是从终止的这一点起 往后有影响 解除呢 不仅是往后有影响 我向前还有追溯力 好 那劳动合同终止 在这儿就了解就可以了 看第一种情形 劳动合同期满 时间到了 这合同就终止了 第二个 已经依法开始 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带 也说明退休了 对吧 时间也到了 第三个 劳动者死亡 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 或者宣告失踪的 这主体有问题啊 第四个 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这也是主体有问题 只是用人单位破产了 那用人单位这个主体就不再存在了 第五个 用人单位被吊销等等 这个行政责任 提前解散的 也是主体有问题 第六 其他 我们就不用再细看了啊 就是时间上 要么主体方面 总之导致劳动合同的自然的终止 解除和终止讲过了之后 下一步呢 我们再来说一说 那我这个在 这个解除和终止之前 如果有一方或两方主体存在着 违法或违约情形 那我犯错了 我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所以在这里 我们对法律责任承担 重点考的是这个单项的 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经济补偿不是说 我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来去 支付的经济补偿 而是单项用人单位 向劳动者支付的经济补偿金 经济补偿金 从法定的角度 一共有七种法定情形 洋洋洒洒一大篇文字 实际上最后 这些都不用看 最后总结出来就两条 我们可以简单捋一下啊 第一条 劳动者依法第38条的规定 第38条是怎么说的 就指的是用人单位违法 劳动者随时解除合同的情形 那么第二个 第三个 以及后面 这是哪一条的法条原文 白色字体的法条原文 我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 就是蓝色字体的部分 但是其实你都不用看 这七条都不用看 最后你知道的是什么 什么样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不需要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金呢 在这儿 不需要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就两条 第一个是劳动者预告解除 世界很大 他想去看看 提前一个月通知用人单位 这是预告解除 或者是劳动者主动解约 我提出跟你解除劳动合同 并且经双方协商一致 这是劳动者主动解约 那有的先生 老师你在说这的时候 我怎么觉得跟前面 这第二条很像啊 你来看第二条怎么说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 解除劳动合同 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提出来 说我跟你商量商量 咱俩解除合同行不行啊 这个不算 这谁发起的 用人单位主动发起提出的 那不算 那这个时候你用人单位 也得给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金 但是劳动者自己 他主动提起的 然后咱俩商量协商一致 这是没有问题的 用人单位无需支付 经济补偿金 好这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是用人单位 随时解除的 那是劳动者 主观上的工作态度 有问题的 对吧 主观上工作态度有问题 他恶性程度更大 所以他是随时解除 客观上工作能力有问题 我再给你一个月时间 预告解除 那么以及在适用期间的 这都是用人单位 随时解除 只有这两条是 无需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的 其他 注意啊 其他所有情形 全部需要 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 单向支付 经济补偿金 所以你看啊 很多就是第四章第二节 劳动合同这一部分 有很多文字的描述 都是长篇大论的 但其实总结下来 用处不大 白色字体删掉 记住下面这两行 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知道说 啊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要来用人单位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金 那下一步 我们要讨论的是 如何支付经济补偿金 给多少钱 怎么计算的问题呀 我们全书当中 有四个方面的计算知识点 四个计算题 分别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定金 与违约金 二者的选择适用问题 我们在讲到第一章 第七节担保 和第四章 第一节违约金的时候 已经提到过 对吧 第二个呢 就在这儿 经济补偿金的计算 还有呢 就是前面第三章 第一节 对于评标委员会的 组成比例的计算 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加班费的计算 一共是四小点 那么每年常考的主要就是 定金和违约金 二者选择适用的 经济补偿金 我们简单看一下 就可以了 好 首先我们对月工资 要有一个判定依据 月工资 可不是你解除 劳动合同当月 或上一个月的工资啊 它是什么 是指劳动者在该劳动合同解除或争取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 比如说我是2022年的四月份 我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1234 我这四个月 假如说我每一个工资是2000元 然后呢 我往前算 我怎么算呢 应该是从2021年5月到12月 这八个月的工资 假如说是1500吧 好 那我这怎么算我的月平均工资啊 应该是1500乘以8 加上2000乘以4 然后呢 除以12个月 的平均工资是什么 就是你的月工资 所以它最后的月工资 一定是在1500到2000之间 对吧 好 月工资算出来了 那下一步 经济补偿金 跟月工资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往下看 就看工作年限了 哪里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 以这样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好 那我满六年 我支付六个月工资 满七年支付七个工资 满八年支付八个月工资 没问题 接着继续往下看 那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呢 是我六年零八个月 那那八个月属于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怎么办 八个月只要超过半年的 就按照一年计算 所以我六年零八个月是什么 相当于我有七年的工零 我按照七个月工资来算 六年零九个月 好 七个月工资 对吧 六年零十个月 七个工资 六年零十一个月 七个工资 一样的道理 那六年零十二个月 那就是七年吧 七个月工资 一样的 往下再看 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满六个月的按一年算 不满六个月的按半年算 半年的话 对应的就是半个月的工资 我六年零三个月 那怎么办 给六个半月的工资 对吧 这个很好理解 对不对 如果各位学员 你要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单位需要给你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时候 你要知道怎么计算 这是法定的最低标准 下面呢 还有一个是针对于高收入者 他的经济补偿金计算的问题 在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怎么说 这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 直下市社区的市 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 你看啊 往下这个两个绿色字体 象棋象棋 象棋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 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计算 象棋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 按照最高不超过12年 什么意思啊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2021年 那么公布的这个 21年的全国年度平均工资 北京呢是17万 应该是17万8000多 我记得是啊 那上海是17万1000多 年平均工资 北京是17万8000多的话 那么出于12是多少 应该是1万多 那上海呢是17万1000多的话 出于12个月呢 月平均工资也是将近1万5吧 差不多1万45 月平均工资排第一的是北京 排第二的是上海 排第三的大家猜是哪一个 哪一个城市或省份啊 深圳广州 不是的啊 是西藏 然后往下才是苏州啦 广州深圳等地啊 所以这个是啊 咱们国家的月 各地区的月平均工资 是年工资除以12个月嘛 对吧 全国范围的 这个年平均工资是九万零 我觉得应该九万零六千多啊 然后除以12个月的话 那就是相当于是啊 一个月是八千多一些啊 月平均工资 全国范围内的月平均工资 是八千多 我是拉了全国的后腿了 你们怎么样 我们要继续努力啊 好 然后如果说啊 某地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某地的 就以这个西藏为例吧 我假设说啊 西藏的 这个当地什么什么 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是 比如是三千元的话 月平均工资是三千元 如果你的工资 超过或高于它三倍的 比如你的工资是一万元 一万元 那是你这一万 是按照你的月平均工资来算吗 不是的 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 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 三倍说就算 所以你的上限是什么 如果你是西藏的职工的话 那你最多三千乘以三 你只能按照九千的 月平均工资的标准 来进行计算 支付经济补偿金 因为你属于什么 你属于当地的高收入者 工资最多只按照三倍算 你就超过三十倍 也是按照三倍算 然后往下 还有一个向其 这个其指的是谁啊 就是高收入者 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 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如果你工作一年 好给你一个月的工资 给你一个月工资就九千 工作两年九千乘以二 工作两年零八个月 那按照三年的工资来算 那就是给你三个月的工资 三个月乘以九千 对吧 你工作十二年 就是九千乘以十二 如果你工作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那么你最多只能乘以十二 最高不得超过十二年计算 好可以理解吧 这是对于高收入者的计算的问题 也就是说给对高收入者 有两个这个上限 一个是月平均工资倍数的上限 来卡你 第二个是年份的上限 好实际上这就画了这个图嘛 对吧 就是刚才我已经举完了这个例子了 你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不要求大家掌握啊 了解就可以了 好然后对于劳动合同的定例 那么劳动合同生效 生效之后的旅行 变更解除终止 怎么这一系列的 这么一系列的过程 我们就讲过了 整个40214022 劳动合同的框架理论内容 讲完了之后 下面我们对应着 做一下相关的题目 首先呢 是关于劳动合同旅行和变更的点 我们来看一看 劳动合同旅行的说法 正确的是这道题呢 其实出的一个是跨科目了 第二个是出在这有点早 等到后面把劳动纠纷讲完 就更容易了啊 A选项 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单位实际情况 不执行劳动定额标准 劳动定额呢 这个属于我们意见项目管理科目当中的内容啊 在这儿不得不执行 是应当予以执行劳动定额标准 告诉大家结论就可以了 这是跨科目的知识 好所以不执行错了 第二个 用人单位不得强迫 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 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是劳动合同 自行终止吗 不是 不影响劳动合同的继续履行 因为有权利义务的寄授人 那么正确的就只有B选项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是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 看这道题 看题杆 一定要仔细阅读题杆 下列情形当中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事 用人单位有预告解除 随时解除经济性裁员 对吧 来看职工患病只说他生病了 也没说在不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内 还是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 如果后的话 没有其他的限制条件 那可以解除 对吧 如果是内的话 那不得解除 还有就是患职业病 你有没有说导致你丧失 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残了呀 也没说 所以待定 这个不确定 不确定 那我们就不能直接说 他可以解除 或他不能解除 第二个 女职工在孕期的 这是不得解除的 老病残孕 对吧 孕期产期 哺乳期 都是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的 女职工 这哺乳期刚说完 不得解除 不得解除 第四个 试用期间 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的 可以解除 我把试用期间 改成试用期内 也可以 我改成试用期后 那就不行了 在试用期后 已经正式进入到 劳动合同期限之内了 那这个时候 就不得随时解除 劳动合同了 好 那么问可以解除的 那就是 选第四个 我把题杆改一改 我说 我把可以两个字 改成不得 那我可以解除的 我选第四个 不得解除 是不是就意味着 ABC我都选呢 不是 只能选B和C A那你也不确定 他到底能不能解除 待定的状态 好 这道题过了 然后 那我们再看下一道题 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 劳动合同 但无需事先告知 用人单位的情形 无需事先告知 属于什么 叫立即解除 立即解除的 法定情形是 用人单位 违法 刑事犯罪了 那么看啊 用人单位 为按照 劳动合同约定 提供劳动保护 或劳动条件 这是民事责任 对吧 暴力威胁 非法宪证 身自由 这个是 立即解除 为足够支付 劳动报酬 也是民事责任 用人单位 规定的 规章制度 所害劳动者权益的 都是民事责任 好 所以本题答案是 B 第二个 再来看 下一道题 劳动者的下列情形当中 用人单位 可以随时解除 劳动合同 的是六条 对吧 最后我们总结出 一个结论就是 劳动者 他的主观上的 工作态度有问题 用人单位 可以随时解除 额外呢 再加上一个 专门单独记忆的 就是试用期兼 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 只要有试用期兼 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试用期 你看 后 一定要千万小心啊 考试的时候 有前有后 这样的词出现 绝对不是平白出现的 就过来给你 捞弦坑了 一定是在这里 给你设陷阱 设体验的 在试用期后 就不能随时解除 劳动合同了 哎 错了 第二个 严重违反 用人单位 规章制度 主观上的工作 太多有问题 随时解除 被起诉 有大量欠债 属于什么 民事责任 而且是民事财产责任 对吧 欠债是个借款合同 民事责任当中的 违约责任 而且是什么 因借款合同 而产生的违约 所以他不是 随时解除的 法定情形 必须是 劳动者的 刑事责任 经常生病 不能从事岗位工作 是什么 客观上的工作 能力有问题 而且还要加上什么 调岗啦 培训啦 仍不能 这个时候才能够解除 只是单纯的说 不能从事岗位工作 这话也没说完 没说完整 所以可以随时解除的 那就是第二个 这个可以了 理解了 对吧 往下再来 劳动者发生下列情形 用人单位 可以随时解除 劳动合同的事 又是随时 看啊 在试用期 简一看试用期 后边一定跟着 看这个字 要小心 刚才那个后 是哪年的 17年的 你看17年的真体 这个适用期间 那是可以随时解除的 第二个 不能胜任工作 经调岗 培训 仍不能是什么 这是客观上的工作 能力有问题 是预告解除 严重违反 运用人单位 规章制度 主观上工作 太多有问题 随时解除 不等你一个月了 同时 与其他单位建立 劳动关系 也是什么 主观上工作 太多有问题 随时解除 换定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 看啊 看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有从事 有令下安排的工作 是什么 客观上的工作能力 有问题 预告解除 如果在这说 在规定的医疗期间 或医疗期内 这就不是随时解除 或者预告解除的问题 是不得解除 那又更何谈 是如何解除的问题 对吧 一定要看这个期满后 期间 期间内 要注意 那么这说随时解除的 那就是一和三 对吧 这是多选题 一三 一三还有个四 在这 三个对号 好 19年的题目 难度就加大了 所以劳动合同解除 刚才是几道题目啊 劳动者解除 用人单位解除 现在咱们再来几道 不得解除的 看一看 老病残孕 你就找老病残孕 这四条 根据劳动合同法 劳动者的下列情形当中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的是 A 患病或非因功夫伤 你不用管他是患什么病 职业病还是普通患病 是因功夫伤 和非因功夫伤 这些前面不重要 你只要看后头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只要是在医疗期内的 你就不得解除 这是病 所以他不得解除 那么第二个 在剩期间 被证明不复论用条件的 能解除 而且随时解除 严重违反 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随时解除 被依法解决 刑事责任的 随时解除 所以问是不得解除的 那就选A 对吧 A改一改 什么因功夫伤 我把这个非字给它删掉 同样的 只要是在医疗期间 你就不得解除 好 所以本题 不得解除的 选A 我就用措号 X来代替了 表示否定 往下看 根据劳动合同法 下列情形当中 用人单位 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的事 同样啊 往下看 在本单位 连续工作满15年 且具法定退学年龄 不足5年的 有连续吧 你看 连续15加5 是什么 是老 老的话 它当然是不得解除了 第二个 在试用期间 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的 随时解除 第三个 严重违反 用人单规章制度 第四个 因功夫伤 不在规定的 医疗期间内的 你看啊 如果是在规定的 医疗期间内的 就不得解除 不在规定医疗期间内的 因功夫伤 那就看你主客观的 哪些错误 对 总之可以解除 但怎么解除的话 那就看情况 对吧 那么问的是不得解除的 那就是选A 对不对 你看这18年这道题 是不是跟上一道题 上一道题是哪年 13年 几乎一致啊 对吧 时隔5年 我法规的历年的 真题重复率是非常高的 隔隔3 5年 再重新再拿出来考的 可能性都非常大 评次也很高 好 往下 再接着看 根据劳动合同法 下列情形中 用人单位 不得与劳动者 解除劳动合同的事 同样也是老病残孕 对号入座吧 患病或非因功夫伤 不用管这些 你就看在不在医疗期间内 在期间内的 就是什么 他就是病 他就不得解除 完了 第二个 在适用期间 被证明不符 录用条件的 可以解除 而且是随时解除 严重违反 随时解除 依法拒绝刑事责任 随时解除 你看这个20年的真题 是不是跟前面 也非常像啊 跟前面13年真题 几乎一模一样 是不是 你看这几年啊 连着几年考 然后21年又接着考啊 根据劳动合同法 下列情形当中 用人单位 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的事 继续找 在适用期间啊 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 可以随时解除 违反 随时解除 医疗期间内的 不得解除 对吧 X 刑事责任 随时解除 所以本体答案选 C 好 接着再往下看 那么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 下列属于用人单位 不得解除的是 同样继续找 老病残孕 A 本单位患职业病 被确认 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的 你不用管他 患什么病 职业病啦 或者其他的患病 只要是被确认 丧失或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的 就属于什么 就残了 那就是不得解除 第二个 在本单位连续工作 连续 15年 且据法定退休 年龄不足5年 老不得解除 C 家庭无其他救援人员 有需要抚养的家属的 谁家还不是 上有老下有小呢 对吧 上面4个老人 下面还有三胎呢 两个人养活一家子 9口人 那难道就不得 解除劳动合同吗 可不是这样的 是可以解除的 至于怎么解除 需要进一步的 法定情形来明确 要有条件的 女职工在产期 产期 孕期 孕期 这都是不得解除的 这属于什么 用一个字来概括 就是孕 第五个 因功负伤 被确认丧失 劳动能力的 这是残 都不得解除 那么除了C 是有可能会 可以解除之外 1245 都是本题的正确答案 不得解除的 老病残孕 基本上都出现了 对吧 有老 有残 有孕 前边的几道题 都有病 前边的几道题 有病 有这个双眼号的病 好 这是关于劳动合同解除 你看看 年年都考 而且经常是单选 多选 混着来 所以在这儿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 这一部分的 吸体演练 如果咱们22年 还考的话 这样的题目 你是不是 信手拈来呀 如鱼得水 往下看 经济补偿金的计算 我也出了好几道题目 经济补偿金计算 来看这儿 这儿说的是情形 还记不记得 经济补偿金计算的 这个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 前面那七条都不用背 就只有两种情形 用人单位 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对吧 第一个是劳动者的 这个立即解除和主动解约 第二个是用人单位的 随时解除 来找一下 A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 被证明不符 录用条件 用人单位随时解除 什么 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我画个叉来代替 第二个 为依法为劳动者 交纳社会保险费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 这都不用看 你就找那两条 其他的都需要解除 这是应当解除的 第三个 劳动者提前三十亿 书面形式通知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 这不就是劳动者 预告解除吗 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这劳动者自己 想去外面的大世界看一看 用人单位 不需要为此这个决策 来买单 第四个 用人单位依法宣告破产的 这个也是可以 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第五个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这是什么 这是用人单位预告解除 也是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只有A和C 这两条 你就记住这两条 其他所有都是应当支付的 那问的是什么 问的是应当支付的 那就A和C不选 选245 对吧 说不予支付的 那就选13 法定情形 我们理解了 就是记住这两条就可以 其他就排除法 那么下面呢 就是如何计算 经济补偿金的问题了 来看 假建筑公司 与在其公司工作了 15年的海外部副总 王经理解除了 劳动合同 之前12个月 王经理的平均工资 为8000元 当地的市级人民政府 什么什么的月 公布的月平均工资 为2500 所以很明显 王经理属于什么 高收入者 那么建筑公司 向王经理支付经济 补偿金的工资 按照当地月平均工资的 三倍来计算 所以是2500 乘以3 是7500 而不是8000 对吧 好 其实这条题 问到这个长度 其实还算是比较简单的 只问了他月平均工资的计算 推倒的这一步 还没问真正 如果此刻给王经理解除 这个劳动合同 应当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总额是多少 难道用7500 乘以15年吗 你看他还用专门用这15年用大写 来混淆我们 对吧 如果是小写字母 数字的话 会更明显一些 乘以15年吗 不是 高收入者 他的比例 这个月平均工资比例上限是三倍 年份上限是12年 所以应该是7500乘以12 才是他的总的经济补偿金的总金额 所以这道题啊 本题答案选择B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经济补偿金的话 是7500乘以12 好 看着题材比较复杂 实际上还是比较容易的 问的计算比较简单 再看下一道题 某施工企业与李某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那么施工企业他提出的这个 他主动提出的 要解除劳动合同 所以他是不是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啊 没错 在该企业工作 两年零三个月 三个月不满六个月的 按照半年的工零 那就是两年半 支付两个半月的工资 对吧 2.5 那在解除前12个月 李某月平均工资为6000 那2.5乘以6000 所以他的经济补偿金的总额是多少 15000 好 所以本题答案选择C选项 好 那到这为止呢 关于整个劳动合同 以他为主线的全过程周期 我们就讲过了 劳动合同的定例 生效 针对其有效和无效 做了一个分水领的划分 无效合同到此结束 我们就双方主体 看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问题了 那么有效的合同 往后继续走 合同旅行 变更 解除 终止 好 然后从下一节呢 我们就重点讲一讲 劳动保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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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